其实就是说很简单的分类的话 就RCEP就是说是所有的成员国 大家给予互相这个所有的成员国 比较优惠的关税待遇 然后让你在我的市场做生意 你有一些特权 彼此都有特权 比如说RCEP东邪思国 再加上日韩还有这个澳牛 你到中国做生意 你就比这些其他的国家 你有更多的优惠 比如说你这个东西 汽车你是15%的关税 可是因为你是RCEP 你只要付一半就好 你的关税只有7.5% 这就是一种优惠 它代表的实质的意义就是 我们彼此都给予特权 那当然给的特权最多的 当然是中国 因为中国的市场是世界最大的 所以别的国 我今天澳洲我给你特权 你澳洲市场整个规模 有这么小一点 我给你澳洲 我中国给你澳洲特权的话 那我中国是这么大的市场 所以这个整个RCEP的这个机制 基本上就是以中国为核心的一群 贸易彼此相互给予优惠待遇的 一个群体 那大家就慢慢 彼此的经贸 这样长期发展的 经贸的依存度会比较高 那尤其我觉得对于一些 比较没有市场的国家 可是还有发展能力 发展产业能力 有了中国市场的加持 对它来讲是如虎添翼了 所以这就是等于中国大陆是一个老 一个龙头 然后带着这些国家 大家一起冲经济的感觉 那印太经济架构 IPF第一个它没有优惠的关税 它不会给任何人特权的 它的目标是说穿了 就是要它的成员 跟中国大陆切断供应链的关系 当然不是全面的 而是在某些敏感的产业里面 跟中国大陆切断供应链关系 那这些产品敏不敏感 由谁来定义 由美国来定义 美国认为敏感的产品 它就叫你这些IPEF的成员 印太经济架 跟它一起合作 你跟中国大陆保持距离 就是很简单 那除了这个核心的意涵以外 另外一个就是说 美国还把它对于国际贸易法 过去在全球范围里面 无法落实实施的一些概念 它要先放在这个IPEF的国家里面 让他们先接受 所以它是一个试点 比如说美国说 我老是竞争不过你 就是因为你们的这个 有关对于劳工的标准 放得太低了 那也就变成说 我这边加班费是要付两倍 你那边加班费只付1.2倍 那当然你这边的成本比较低了 所以就变成我美国 在美国制造 没有办法跟你在 在这个比如说 在韩国制造 有竞争力 所以我的产业也都移到这 那现在要怎么办呢 我现在就叫你 你的劳工的标准 跟我美国放在一样 你的加班费 你也要付两倍 韩国劳工就是有福了 韩国劳工有福了 可是韩国的产业竞争力 就也相对的被减弱了 这是美国的目的 那环境保护也一样 美国说我这个地方 我这种气体的排放量 任何工厂的话 我是止损零排放 那你都可以允许 它做某种程度的排放量 那你在有关环保器材 环保设备的投 你的投资就不会 就会比我少很多 那你除了 你少了环保器材的 这种投资以后 你的整个运作成本 又比我低 所以呢 我今天不是我美国 这样的标准 而是我要你提升标准 所以这是美国人 基本上他所谓希望 在新的贸易竞争 贸易竞争关系里面 大家都要把各种标准 提得跟美国一样高 所以在过去上 拿到这个WTO的 这个多边的这个 场域来讨论的时候 各个国家说 那是你家的事 我们贸易就是不要设置 任何更多的障碍 你这个用劳工 环保来讲 基本上 你贸易会不自由 贸易是越自由越好 那你们 人要这样做 我们不同意 所以他过去都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落实 那这次他在IPF要落实 所以谁加入的话 谁就要考虑到这些 美国单方面对他有利 而要强加于其他成员的 这种法规的限制 所以你要加入IPF 第一个 你必须要跟中国大陆的 比如说 美国认为敏感的产业 目前来讲两项 一个是高端晶片 还有晶片相关的 这种产业 第二个就是 第二个就是 武器相关的 跟武器能够牵涉到 比如说 无人机 人脸辨尸 这些科技化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美国认为在未来 在21世纪 最关键的产业 比如说AI 人工智能 还有就是 这个 大数据 就是说超级电脑 还有呢 就是这个 这个量子 量子科技 这些方面 美国跟中国大陆 竞争很激烈 他都希望你这些国家 跟大陆在这一方面 相关的产业 跟大陆都切断 那切断的话 问题就是说 对谁有利 只对美国有利 所以IPEF从美国的自己的这些专家 跟这个 这些新闻报导 认为说 不会成功 因为所有参加国家 都服务 都必须要为美国的利益而服务 那请问一下 其他国家 他参加你这个IPEF 他得到什么好处 所以他只是为了提高美国的竞争力 和社会的经济架构 完全是为了美国 是一个美国中心 你们为老大哥服务 你就服务 然后呢 你要切断跟中国大陆关系 你想想看 以晶片来讲的话 三星怎么敢跟中国大陆切断 对不对 日本可能还有一些可以 日本因为他掌握了这些 所谓的高端晶片里面 他所谓的这种化学产品的一些 比如说你这个光刻机里面 那个光刻胶 你在做那个晶片的那个 雕刻的时候 用雷射来雕刻那个晶片的时候 那有一层 有一个光刻胶 那是化学成分的东西 那个日本也掌握 那问题你切断跟对中国大陆供应 那中国大陆相对报复的话 你日本是双重损失 第一个你失去大陆的市场 第二个大陆相对报复 让你某种产业要付出代价 所以对于IPF这些国家来讲 他算一算的话 只有损失没有获得 他损失在中国大陆的市场 那获得什么 获得美国人说你不错 你表现得很好 加奖一次 翻一张奖状有什么用 没有用啊 所以只能无用无悔的付出 要不然就是心不甘心不悦 像 阳凤英伟 要不然能拖就拖 所以事实上一拖到关键就很难 为什么 因为美国现在必须要认清一个现实 就是说你IPF里面几乎百分之百 得成员 最大的贸易伙伴都是中国 而且中国大陆的市场 跟你美国相比来讲的话 美国是一个逐渐关闭的市场 中国大陆是一个持续开放的市场 美国的市场是相对萎缩的 中国的市场是不断还在扩大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 你如果从商业投资眼光的话 你会选美国还是选中国 这是一个很客观很现实的 一个情势摆在眼前 所以你美国现在 择余你有核子弹 择余你不讲理 择余你这种 这种都把这个航空母舰 停在人家家里面 人家非听你的 那就配合 可是我认为它是虚的 那就回到这个经济或者科技 或者这种社会的竞争的话 基本上还是福音一些规律 你如果就是说像经济的话 你不是西方的经济哲学的大师 对不对 亚当史密斯 市场的那个不可见的手 invisible hand 自由经济 自由经济 那是不可忤逆的 谁忤逆的这个原则 谁就是输家 那美国现在不就是正好把这个 他们自己的经济十足 讲的那一只不可 看不见的手 现在用的是华盛顿看得见的手 去跟那个看不见的手 他不晓得那只手有多大 所以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好像这个 唐吉哥的去挑战巨人 我认为美国必败 美国会成功 就是因为美国的先胜先贤 一直教诲他们说 你要福音市场规律 你要相信自由竞争 你要相信开放 你要相信不断的创新 这是你美国今天有的 你美国不去创新 拜登自己讲说 哎呀我们现在发掘R&D 就是说投资研发 我们已经输了中国了 那你就去增加 所以你R&D你没有增加 最近最近几年 就是说在国际著名的学术期刊里面 中国大陆的学术期刊 尤其基础科学研究 已经超越美国了 那这是你美国应该去赶 可是你不在这个地方下功夫 你去跑去找别人一起来 怎么样 修改游戏规则 去挑战市场经济 最后的那个市场的力量 那不是绝对是失败吗 美国的经济学者 交给美国的这些政治人物说 你照这个做你会成功 请问美国政治人物 现在第一个 不相信扭曲市场 去逆市场化做操作 第二个不相信自由开放 美国一向抢自由开放 可是美国现在政府在做什么 现在不准人家的货进来 自己东西又不准跟人家交易 那你不就是完全忤逆 他们自己先生先贤的做法 那不自取灭亡吗 那相关的你看 反过来你看中国大陆 越来越接受市场的机制 另外一方 继续走开放 对不对 继续走自由化 继续跟全世界 一起来推动 这个全球化的经济的议程 那你想想看 这两者相比的话 不要说眼下 你展望未来 哪个有前面 哪个可以走出一条坦途 还是哪个越走越窄 不是很清楚吗